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州公共交通口罩令有望取消 新州交通厅长埃略特表示 他已向阿尔巴尼斯政府建议进一步放宽疫情防控限制 包括取消公共交通口罩令等 上周澳洲国家内阁会议决定取消飞机上的口罩要求 接下来火车 公交车 轮渡等相关限制也将取消 下周悉尼布里斯班机场工作人员罢工 航班将大面积延误 迪拜国家航空旅行社350多名地勤人员将于9月12号罢工24小时 这些员工分布在悉尼布里斯班阿德莱德机场等 下周三机场将出现大面积延误 澳洲联盟党票选支持率再次下降降至31%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澳洲联盟党票选支持率自大选以来第二次下降 已经降至31% 工党首轮票选支持率保持在37% 随着联盟党支持率下滑 工党的两党支持率优势扩大2% 达到57对43% 再来关注澳洲各地疫情数据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2341例 两例死亡 韦州今天新增1709例本地传播病例 四例死亡 昆州今天新增1009例本地传播病例 两例死亡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信用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